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以失败告终 可能很多人会奇怪 诸葛亮多聪明的一个人 难道会不知道北伐胜利的机会渺茫 不知道就不是诸葛亮了 知道还要去做 那不是自取其主了 小编认为 诸葛亮之所以一直坚持北伐 是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 首先诸葛亮的出发点 是以蜀国较小的代价 搅动魏国不得安宁 然后寻找机会 其此 一周的总体环境是封闭 而自给自足 如果长期不演军事 就会产生安逸的思想 时间一久 君无大志 兵无斗志 等着别人来灭 再则 诸葛亮也想通过对外战争 转移国内的矛盾 毕竟蜀国是多个体系 多种派别杂合而成 也可以避免与后主流禅发生冲突 当然 从系 且看 诸葛亮通过北伐既能练兵 也能培养能争善战的将领 这也是为蜀国的长远考虑 那么 如果不北伐 后果会如何呢 展开全文诸葛亮死后 他后续的执政团队 停止了北伐达二十年之久 直到姜维主党军事 才再次启动北伐 很明显 不北伐的蜀国与魏国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 姜维的北伐不但对魏国几乎没有什么触动 反而激化了蜀国内部的矛盾 后来邓爱奇奇程度 几十年未见战火的蜀国士气 而解 刘禅选择投降 其实战也无意 说穿了 不北伐 也未必可以存活更长时间 这已经对中国历史所证明了的 所以 诸葛亮北伐最根本的目的 其实就是用战争的手段 来保持三国之间的动态平衡 因为动态平衡 比静态平衡对蜀国更有利 一旦静下来 同样是修养生息 魏国的成效数倍于蜀国 差距只会越拉越大 也就是说 诸葛亮北伐如果赢不了 还可以以战促